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狂野一番 这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对 当年因为我到学校 几乎白天都在打橄榄球 我真的不是很认真的学生 那橄榄球打完之后 我听到很好听的音乐 我就跑过去看 那因为我身上是穿着球衣 又臭又脏 那我说学长学姐你们再坐着 他说我们在拉琴 那我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拉琴的人 所以他们说 你可以听 那我听一听 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 可以把这个团做得更大 他们说那你想做什么 我说我想当指挥 那这些都是我的学长学姐 那他们当然是笑一笑 他们都很有风度 可是我觉得他们既然不给我 那我就只好去要求 那有去教务处问 教务处说已经有玄乐社了 不需要管玄乐团 我想一想 我必须让校长知道 所以我在隔天我就跑到我们学校的顶楼 就开始拉小提琴 吵全校 真的很难听 有够大声 吵了他两三天 终于受不了了 就请教官上来说 那个同学你们不要再拉琴了 已经讲到学校的安宁 我说那可以啊 让我成立管玄乐团 那教官说我们有玄乐是很好 我说对啊 可是我不能当指挥啊 那后来连续吵了五天 学校终于让我成立管玄乐团 那一段吵人的音乐才从北一的校园消失 OK 看完没有看完没有 你看我们这些男生为什么穿红裤子 国际规则 上个六十岁就要穿红裤子 我六十一了嘛 全副武装的橄榄球装扮 这是不同于开刀服与医师袍的杜元坤 一到球场上笑容自然绽放 我身上其实断过六个地方 肩膀 两边的肋骨 我的膝盖 最重要是我的头 我头也中了一个大凹 不过好像中完之后 好像变比较聪明的样子 我不知道 杜元坤读台南一中十开始接触橄榄球 四十年过去依旧热爱 肾上限述爆发 团队合作精神让杜元坤最为着名 像我是打前锋 前锋很少得分的 可是在那个运动里面 你所学到的那种牺牲奉献 那种男子男的精神 就让我觉得说 其实我个性里面应该有这种成分 但是不管高海胖 你在橄榄球里面 因为他十五个位置 你就是可以找到你的位置 他以前就是很胖 因为他打那个位置就是要胖的 双合医院院长吴迈斯 是杜元坤北一的同班同学 但两个人的好交情建立在橄榄球场上 各自的办公室共同展示着一张 2019年飞到日本两天一夜 只为了看世界杯橄榄球赛 属于男子汉的浪漫 看完以后旅馆睡个晚上 第二天就回家了 其实我们都认为橄榄球是一种教育 它是一种品格的教育 就是要相信 不只相信 也要相信自己 正式接受这样的品格教育 杜元坤的性格里 有着橄榄球前锋的斗志 充满勇气 自信 迎接医疗工作的挑战 我都捐给球队 比如说我今年捐 北一二十万去做球衣 他们就做一件给我 所以我的球衣都很贵 二十万 办公室的柜子里 满满的橄榄球衣 杜元坤现在仍维持打球的习惯 闲来无事 也爱翻翻球衣来穿 我在这边念事 为了晚上穿这个 自以为是球衣 通常有点问题 平常工作是很严格 可是晚上跟他出去吃饭 就很风趣的人 很多外国医师来跟他学刀 后来发现 这根本就外星人的感觉 又会打橄榄球 又会拉小提琴 那开刀又开到半夜也不累 学生后背口中的外星人 除了医术好 体力好 橄榄球小提琴 这一动一进的兴趣 在他身上达成完美的平衡 晚上偶尔还是会拉 那像这个德国犬的话 它声音的话就比较柔一点 对人困的办公室摆着四把 珍爱的小提琴 其中父亲送的德国琴 对他有特别意义 大学的时候考上音乐系 我父亲那时候 就说你如果去念的话 就自己出学费 那后来我就只好就不敢了 那可是他当初也买了 一把这个琴给我 半夜偷闲会在办公室里 拉琴享受 三岁开始学琴的他 其实和大多数小孩一样 一开始都是痛苦不已 直到小学三年级 我读成功国家 我会到他们的礼堂 去拉琴给大家享受 拉琴的话 下午的课可以不用上 那种特权的感觉就来 我从那个时候 就迷上小提琴的表演 练琴灵巧的双手 也帮助杜元昆 在外科手术上的手指灵活性 忙碌工作也没放下小提琴 杜元昆还经常举办音乐会 享受着公开表演的乐趣 一直有表演欲 我很喜欢出国开到为什么 一定要选那种大的医学会 现场live demo 就好像大家唱现场秀一样 刀越难我越高兴 对外坤事情专挑难的做 有满满的教学热忱 因此严格出了名 骂起学生来好不客气 我教出来 每个都是很严格训练 屏东医院的那个研究院长 以前在校园那队 其实叫上都没 以前当然就开刀 不行就骂三字经 现在比较不会 现在他跟我们开会以前 都会骂人直接骂人 现在开会都跟我们讲一些 比较哲学的东西 比较慈善的东西 现在非常肯德基 杜元昆的火爆脾气 随着年纪见增 以及到婆婆一诊之后 慢慢被病患文融化 高度自我要求 对学生也有深远影响 我就算觉得说 我已经很努力 是要跟上 但是其实大概都还 差蛮大一段的 以他自己的身体力形象 所以他对我们都非常的要求 刚身上主治医师的薛宇环 是杜元昆常挂在口中的 得意门身 半斤式门后这幅画 就是他送给老师的感谢礼 那时候我教他怎么接血管 那这薛医师那时候 你看我那时候肚子还很大 杜元昆习财爱财 但要能承担得起 杜元昆的严厉指教 心脏还得练得够强 我们常常都有外国医师来 他在旁边看着我们手术 那院长就直接就用英文 说我这就是 我的手术的技术 手法排除草不好 外国医师在手术完之后 还安慰我 没关系啊 他应该也是为了你好 我刚到医大医院的时候 还是到少时说 气厌还蛮高的 后来我觉得 你今天如果要做服务 什么都修了 就这个口没有修 我觉得这个是功亏一篑 现在很少听到我骂人了 很少很少 坏习惯还是有 所有外科医师的共同点 正是睡眠过少 杜元昆的一日行程 从早上六点半开始寻房 大概就这边一个小伤口 42间病房 高效率在半小时内一次寻完 适时给病患鼓励打气 也因为这样的高强度工作 他干脆住在医院里 我今天早上才去跑步回来 我四点多 五点就去跑 昨天一点 诺大办公室里头 有个不到一瓶的小套房 正是杜元昆的起居空间 他还有个外号 住院院长 一直住在医院的院长 其实一开始一天睡不到四个小时 可是这个在人体的生理来讲是不合理的 所以那个时候在当住院医师 很年轻就养成一个好习惯 就是随时随地可以睡着 睡得少三餐也不正常 如今身形看来相当销瘦的杜元昆 其实2020年经历一场大病 爆手20多公斤 胃溃疡跟持到溃疡同时发作 然后再加上那时候糖尿病很严重 这吃不太下人就一直瘦下来 那当然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同时糖尿病也好了 根本吃的东西就少很多 所以我等于是这样子在半年里面 瘦了大概26 27公斤 也很希望他注意他的健康 他注意他的健康等于说 服务更多的病患 需要他的病患 这个是给社会 实际医大也是一个宝 但是这个实际是社会的 他是算讲起来是工材 日益销售的身体 让身旁的人不免担心 杜元昆把时间奉献给病患 而最亲爱的家人 却是一年只见一次面 这个自己要承认 失败的老公 不敬者的父亲 我以前还说 我每次考第一名 我老爸都不来 我才说他呢 我不是一样 不止如此 30年捐款超过一亿元的他 更深称身后遗产也要全数捐出 不留给唯一的儿子 他也很有志气 后来有打电话跟我联络 他说爸爸我也不稀罕你留什么给我 我说对对对 我早就知道你要讲这个话 然后他就跟我 后面加那一句比较严重 可是妈妈觉得你这样讲 你要跟我们商量一下 然后说好这个对不起 这个的确是我的错 再强的强人 也有心里最软的一块 杜元坤承认对家人的愧疚 仍持续为医疗 为社会付出 别人崩塌公共财 发挥到极致的杜元坤 以30年的长路 追求希望不灭 用自己的生命燃烧 本带更多接棒的心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我们杜院长的这个人生 半生的事迹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 一定是要成为独立的篇章 就是您替自己不打麻醉要开刀 我觉得这个嗜狂也是野 但是他已经到了一种极限 医生替自己开刀的多吗 很少 因为我们开刀必须要两只手一起用 感谢感谢观看